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骂了蔡总统 陈菊跟韩国瑜乱骂一通 这个就是我们的台北市长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跟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连线来谈后天 9月8号在三重的大造势 徐伟你在线上吗 哈喽 徐伟你好 慧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 慧文 因为我现在听到你那边的声音比较小 等一下麻烦请你大声一点点好吗 我大声一点点 对对对 抱歉抱歉 那没有问题 因为我本来要出去吃烤肉活动了 因为要接你陈薇文的电话 所以我赶快在家听电话 你不能吃烤肉 你昨天已经吃过了 我最近每天都在吃烤肉 徐伟你还笑得出来 我怎么笑不出来 我们一直韩正寅是非常开心跟欢乐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魔鬼不断 但是我们要有更坚定的心 否则接下来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怎么过呢 我们先从九月八号开始谈 好 九月八号那场你会去 对 我也是后面的主持人 因为目前我们节目的流程是 大概是下午两点钟开始进场 那四点会有正式的暖场活动 那还是会有分为三个阶段的主持人 我是最后一段 是 就是大进场 然后最高潮有你处理就对了 就是负责市长进场的那段带动 所以徐伟我们现在预估大概多少人 你的看法 目前我们本来一开始 就是希望目标是十万人 不过我听说就是那个 我没有去过那个二重书宏道 我听说那个会场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要容纳四五四万人 好像也是可以的 一听之后我非常的紧张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如果 当然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活动 毕竟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办的 是韩正颖第一次在从高雄市长之后的 第一次我们自己主办的 那所以那个场地那么大 我们难免也会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我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不敢说一定要把那个会场都挤满 但是目标我们是十万 但是如果说我自己是希望 如果可以到达二十万的话 那这一场的造势活动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了 学员你刚才说自己办跟别人办的差别在哪里 我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总统初选的那段期间 我们总共有办了五场的造势活动 那那个是 其实那个不是我们韩国瑜这边所主办的 它是很多关心韩国瑜的友人 大家民间所发起的 所以那次的是 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就是 民间办的 它其实是关注的是说 你人数多不多 然后你的热度 你的热情度够不够 那主要是呼吁说 大家一定要在家听电话民调嘛 那很多的细节 其实它就介入的不是那么的深 比方说摊位 摊位大部分都是 我们有很多志工在管理 像杏仁哥啊什么的 大家就自发性的来筹备 还有包括一些后续的管理 那我们自己办的就比较严谨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是总统参选人 所以除了节目的流程 我们自己有一定的管控之外 那我们对于摊贩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就把高雄市的很多美食的推广 也把它放进来 像很多新住民在高雄的那个冠军的春卷 还有熔岩包 都是在高雄等地是有得过得过奖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加入了在地的新北的美食啊 那种各种台式美式的那种胖卡的风味餐车 那我们本来呢 是预计总共有80个摊位 50个是保留给新北当地的摊位 30个是外线市 那今天早上呢 我知道的是在新北市的党部 登记已经来了1000多位了 要抽80个摊位 所以这个人数是非常的惊人 因为我们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本来预估80个摊位 对我们本来预估的就是80个摊位 50个给新北 30个是给外线市 然后是不收费的 至于是说外面可能会有一些新加进来的摊位 那个就不是我们主办单位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把它说明清楚 我们主办单位办理的就是80个摊位 那完全是没有收费的 那所以就是有当地的跟高雄的美食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管理上面会做更严控的 那登记1000已经抽完了 对不起 登记1000多个 来了1000多个登记然后已经抽完了 对对因为是今天早上在新北市党部那边所办理的 那所以已经很早1000多个人 早就已经结束总共抽80个 你让我讲一下 所以很多人共估就对了 一定的 因为来了1000多个人 只有80个摊位 可是那地方很大 就是变成是说我们自己 我刚刚强调就是我们自己规划的是80个摊位 这个是必须受到我们的约束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主定 了解了解了解 对那如果说是外面的话 这个就会可能会产生可能会被警察开单 或者是你没有造规范 那这个就会这个情况就是要先跟大家说明清楚 这样我听懂了 你刚刚讲说这是你们总部之一半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后天在三重的人 没有比较少或者没有以前那么热闹的话 这样就漏气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市长那天他也很担心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活动 我们从来国民党的活动 不是国民党 就是说蓝绿传统的活动 动语一定都是游览车 那游览车都其实就是我们帮你叫好游览车 然后你来参加回程的时候帮你付个便当 这就是传统的动员 那因为韩市长从高雄开始 一瓶矿泉水开始 包括我们后面到五场的造势 所有都是民众自己自费出资分摊游览车的 然后因为现场有很多的摊位 所以也没有准备便当 都是自费来的 或者是自己分租游览车自己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 市长也很担心说 这次的这个场地那么大 那会不会不够人来 尤其是距离上一次已经是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就说最近被打成这样 会不会我们的支持者就看到说 这个民调掉了之后 市长就说你觉得人会不会多 那我跟市长的建议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到每个县市去 去他的驾越的行程到外县市去 其实我们当地的立委候选人都陪同 可是我们当地的候选人 我们也都没有动员 那最主要这个是我们要测试在地的动员的能量 还有包括他的支持度 所以就像他上一次来到南投的时候 我们出去看 来的是是不是当地人 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那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就是同一批的寒粉在移动 不是的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在地人 或者是别的地方来的 我们会很清楚 所以在南投那七个庙 那个南投是你的选区吗 对 所以你看就知道了 我当然因为我们来的区域的人跟外地来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外地人 是不是本地人 那有的人会说穿国旗装很好分辨 穿国旗装的大概一看就是外地人来的 那大概这个可以是一个参考 不过有很多是在当地的现场才买的 我觉得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说分什么国旗装 就我们而言 我们不会去动员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要测试韩国语在当地 他的支持度 这个是最准确的 当地的人愿不愿站出来 这个才是最反映你的支持度的 所以我跟市长说 你看你到各个县市去 我们当地也都是只有透过LINE 或者是透过这样子 就是不同的媒介这样转传而已 都没有动员说要坐车来 但是当地有这么多人出来 这就为什么我对我们韩市长的选情 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地的民调 所以我告诉市长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要 每一场要多 就是说要到10万人 20万人30万人40万人 一直要不断的堆叠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凝聚大家的气势 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给民进党见锋插针 说你这个人不够就怎么样 因为最主要我是觉得不需要靠动员 这个还是展现韩市长一路以来走的风格 那么如果说现在已经 如果我们现在用动员的人来了很多 我来了50万 到时候民进党给你做文章说 你看的都坐油车来翻翻 从来就不用算了 都要靠油车车来翻翻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以大家的这种自发性 然后我们党部或者是民代大家来协助 让他们有分担策资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这场是距离到上一次也是两个月的时间了 确实是有点紧张 所以今天特别透过辉文的节目再次的呼吁 后天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站 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席 你刚刚讲说不要走以前传统动员的路 这个我同意 可是在你们办活动的主办单位来讲 你就很难去预估那个控制那个人数 你知道吗 对没有错 你这样不会很冒险吗 是很冒险 确实是很冒险 我们可以掌握的只有一个地方的人 就是新北市的人 比如说新北市的人 我们大概可以迟到这一区 因为当天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 这次主要不是只有韩国以办造事 大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意义 我们也是希望帮忙我们12个选区的立委 所以这些立委都会来 还有当区的议员大家都会来 所以基本上新北的人 他们动员的人数 我们大概可以预估 大概可以预估 但其他的县市的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预估 因为没有派车嘛 没有派车的话 你只靠大家自发性的去组织 这个是没有概念说会来多少人的 所以其实我们心里面 只能够大概预估 大概知道说新北市大概会来个 应该会有个七八万人左右 但是其他的各县市来的 会不会超过这个数 其实现在我们并没有把握 不过就是说 我觉得不需要 很多人也建议就是说 对于造势是不是要那么早 因为你选举还有四五个月 会不会太过疲乏 那么会不会人不多 给民进党见风查证的机会 可是其实我要讲说 不管是现任的总统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柯文哲 一个台北市的市长 只要谁有能力 可以办一场造势活动 是必须自己出钱 出油软车的 车子的 没有便当的人 有一场可以超过十万人 再来调侃我们 那我要讲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 在这个时间点要办造势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的2020的选举 确实跟以前的大选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情势的变化比较大 那我们也有必要要展现说 我们是最强母鸡的这种企图心 那同时要拉抬我们各个选区的立委嘛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市长一般的平日都在高雄 那只有假日才能够到外县市去 那么算一算我们扣下来的 假日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如果他再扣掉未来还要去美国的话 地上还有高雄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状况的话 那么时间不够用的情形底下 如果我们未来没有办法 个别的帮各个立委去拉抬 他的选情跟站台的时候 至少我们可以利用在大县市 这种县市大场合 可以先帮这些的立委 能够帮他们造势 拉抬一波的声势起来 OK 新北市有12个立委 目前国民党只有两个人 上一届2016输得非常惨 这次我们是提名11位 有一位是里让一位 无党籍的跟他们合作 所以这次是对我们来讲 确实是就像刚刚慧文讲的 我们现任的才两位 很多是新任的立委 必须要挑战现任的 那当然是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 不只是为自己造势 那现在的最主要的目标是 毕竟之前的总统初选的 那个是属于韩国瑜自己的造势 那这个已经是 联合的造势 对那等于是说 虽然是韩班自己自己办的 但毕竟我们已经是 国民党的参选 总统参选人了 那你还需要帮我们的 立委候选人拉抬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有一些大的县市 未来时间不够用 至少像我们当时 在这五场的造势 我们并没有到过新北 那所以我们必须有在某些的 比较大的县市里头 去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新北第一次呢 第一次嘛 对过去我国 就是说总统的初选那段期间 没有到新北 对然后去年都在高雄嘛 那个三三招 所以这个新北是第一场这样子 对 那个许委员我请教 因为你刚刚讲说 扣掉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高雄顾市政之外 其实你剩一百多天 然后包括要去美国 那个什么周秋二日那些扣扣 我的意思说 可能韩市长将来 九月八号之后 再回来新北办造势的机会 恐怕也不多 真的不多 因为我们有算顾 本来我们预期的是希望说 可以最好当然是 如果是总统跟立委的联合服务处 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总统都可以到 那么现在就我了解 像很多的候选人都能够理解 现在的时间点跟韩市长的状况 所以像我目前知道的 像台中他们候选人正在商量 就是说我台中 我不要个别的成立 像台中是八个选区 他们就不要就是个别 要你跑八次 那就是可能就是用台中 是联合成立 那就是韩市长一天来 然后所有的八个候选人都在 那这样的气势的营造也好 或者是对于时间上的使用上面 应该可以更加完善 但是目前我们变化会很大 但我们不能够把后面的时间 先留起来用 我们只能够先坐在前面 以防后面的时间不够用 对新北市这种大的 就有必须要先做 因为新北的票 长有四百万的人口 那个薛恩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刚刚你讲说 初选之后一连串的打压 扣分什么的 是不是会变成说只要遇到低潮 或是这个比较低迷的时候 就要靠韩粉来造势 会不会变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 靠着低潮要来造势 而是说这一次 就是造势的他的目的 我觉得也不太一样 那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这次的情势 确实是比较 变化比较大的 因为过去除了就是 一般来讲 不是一般来 就是说过去来讲 都是蓝绿对决的情形底下 那所以选情都比较明朗 那所以候选人跟 等于是说母鸡跟小鸡 其实都是绑得比较紧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其实他的选战的策略比较好打 那现在因为局势的变化不同 所以考量到市长现在的这种情况 造势是一个我觉得是 坦白讲就是说现在的 还有面临可能会有其他的候选人情形底下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支持者 跟我们所有的立委的候选人 你要有展现这样的企图心 我觉得要先安定大家的心 你昨天讲那个 你昨天在伟汉节目讲那个 其实我听不太懂 你说沙喀都不一定不好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先假设 因为现在已经有两组的候选 是确定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 那我们很多人都会假设说沙喀都 过去的沙喀都可能有假设是 郭台铭王金平跟柯文哲 或者甚至斯喀都 可是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走势来看的话 有可能会沙喀都会出来的人选 最有可能的是郭台铭董事长 但是这确实是这样 因为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那其实我是觉得说 很多人会说 郭董事长的参选会不会对 韩国瑜造成很大影响 当然是因为毕竟是系出同门 但是是不是一定会不好 我觉得很难判断 第一就要看郭董 我们先假设郭董事长他出来参选的话 必须要看他是跟其他的人是怎么合作的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如果郭董事长要参选 他最大的致命伤是在于说 他没有区域的立委坐后盾 因为我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两组蓝绿之间 母鸡跟小鸡已经都有了 组合都已经有了 最后面选情紧绷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是绑在一起的 除了蓝绿的基本盘拉紧之后 其他票是大家要抢的 那么郭董事长他的参选 如果只是靠我只有一个总统参选人 只有用广告的部分来诉诸我的 这个理念跟想法的话 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薄弱的一个选法 那当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他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 会提出不分区的名单 但是坦白讲不分区的名单 即便你提了20个 都不可能比你提两个区域立委来的强 因为区域立委才是真正你地方的脚 这个才是你能够有票的地方 那到底区域立委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区域立委如果郭董事长决定参选 他也不可能 就不要去奢望说 国民党的立委会有合作的空间 政党政治它一定就是 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 如果你们有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去跟郭台铭站台 或是什么的 那应该开除吧 对 我这样看就是说 政党政治立委候选人不可能会是投机的 没有人敢投机 你不可能说你台面上你支持韩国瑜 你私底下去支持郭台铭 那怎么可以 这个一定会曝光 这个只会使得更惨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觉得郭董事长他必须要舍弃掉 跟国民党立委的合作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政党政治就是如此 那当然郭董事长他也可以说 我重新找人来选区 跟我一起选吧 他当然可以 但是要必须要看到 他能不能找到构想的候选人 那么可以足以去威胁到 蓝绿本身的立委候选人 才能够去带动总统的选情嘛 那否则的话 你只是出来这样子 就是说选一下 那到最后是便宜的谁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是 郭董事长要再思考清楚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郭王科的组合跟合作的模式 都还没有非常明朗之前 也没有公布之前 现在去判断说 两组三组是不是怎样 我觉得现在是还没有明朗之前 判断是有点过早 这个必须要等到 确定是怎么样的走向 我们再来看会比较明显 但是就是说我们个人看都是说蓝绿对决 其实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非常硬的一战 那至于是 许位我帮你补传 都很硬 你不要管几咖都都很硬 都不好选 这样讲应该比较同整 蓝绿对决 韩国瑜要拼胜选 然后三咖都 细咖都也要拼就对了 所以应该说你们阵营 你也有做沙盘推演就对了 对就是说你最好的方式 跟最坏的组合 你都要有心里面都要想过 那这种现在判断 我觉得是有点过早 好 其实我问比较敏感 就是说对郭董市长的善意跟诚意 就是在初选之后 因为是韩国瑜赢 而且赢17%赢这么多 那郭董最近的动态 你很清楚 比如说韩国配副总统 或是行政院长 或是立法院长 韩市长是不是已经展现了 百分之百的诚意 我觉得像先前有很多人 提出说应该是提供 副手的位置给郭董市长 或者是什么经济大使 或者是哪些的隔魁 或者包括说党部那边 也有很多人很好意 中常委提出说 加一个立院的龙头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周边的好心人的期待 就是大家的好意 但是我觉得 这些根本都不是郭董市长要的 因为参选的态势已经 其实是很明显的 我们不太需要再去 那么的忧虑说 要去安排什么位置给郭董市长 因为这个并不是他要的东西 他参选与否 我真的觉得就是他自己的一念之间 真的不是在于说 韩国瑜市长 有没有每天打电话 打杜豪通电话 对对对对 或者是 打得快两个月的电话 到底回了没 对啊 或者是说吴主席 有没有很积极 有没有拜会了 或者是郭龙斌见到了没 然后一天有没有去约 真的都不是在 我们有没有做这些动作 或者是做了足不足够 因为真的都是在他一念之间 不是在这些动作做的足不足 许文 我意思说 站在韩国瑜这边 该做的善意 该有的诚意的表现 都做就对了 对我们会 我们会展现我们的诚意 到最后一刻 因为毕竟郭董市长 现在并没有正式宣布 他要参选 所以展现诚意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所以我们会很愿意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争取到郭董市长 对我们的支持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是如虎添翼 对 那如果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说 可以期待 就是有机会碰面 可以谈 那如果 也很久没碰面了 就是从 最后一次 就是党部的 那一次的肇事活动 由党部主办的 大家 体位候选人在台上 国政院警发表会 对 那一次到现在 那也两个多月了 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 我们的诚意 我们应该要做 这是本来我们一个 候选人应该展现的 但是至于接不接招 OK 好 我挖个洞给你跳 那个6月1号 在凯道的时候 这是韩市长 他初选第一场 招式在凯道 然后当时 郭董市长 他就是 他说他也想参加 但是中间 因为联系的中文过程 后来他就没有去 这样子 那9月8号 后天在三重那一场 是你是主持人 那如果郭董愿意参加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他那次说他想来啊 对 你记得吗 那一次跟这次的状况不一样 第一个是那一次并不是 之前的那几场招式 并不是我们主办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主导权说 我们能不能请他来 因为我们并不是主办方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是我们是 我们韩正颖主办的 也就是说 虽然不是党部主办的 但是党部会配合我们 如果郭董市长愿意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 如果他愿意来的话 我觉得相对性的是 也 大团结 我从政治上来理解的话 那就是对韩市长 释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善意 我能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正常从政治上来判断 他愿意来 那是对我们释出一个 很大的善意啊 我们 我们韩正颖是绝对是 非常 我虽然不能代表韩市长 但是如果从政治上的判断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 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电话都不接的 他会来吗 所以 所以你刚才就说 你会哭到我跳 不然 就是说 情况不一样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释出善意 做到最后一刻 对 就是如果 如果他愿意来帮忙韩市长 那真的 这个如虎天忆 你刚讲的 我同意 那个学员 因为最近有一些像 这个政大的新生训练 或者这个高雄中学的 他们他们一直酷手拿韩市长来搞笑 这样子 那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民调 在年轻族群的部分 韩市长的这个落后的幅度比较大 这这部分要怎么补强 我觉得年轻人 酷手他只要不要涉及到恶意重伤 我觉得年轻人会去跟风 酷手一些政治人物 我觉得不用太放在心上 韩市长自己也不会太放在心上 那么年轻人现在 就像他前一阵子支持 柯文哲的支持度很高 包括现在他们支持蔡英文 其实都是一种很潮的表现 这是一种很流行 那现在变成说 年轻人在他们的年轻族群里头 并不是对政治人物那么了解 但是变成说 我支持韩国瑜好像 这落差的感觉 所以就是 我要支持蔡英文 他显得我比较潮 有这种现象 那这种 这种现象 一时半载 其实是扭转不过来的 那我觉得很多人也建议说 你们应该像蔡英文这样 找一些网红来搭配 开节目 可是我们一直 就我个人也认为 就是说 他其实会不会有短暂的效果 带动一些年轻人的吸睛的效果 会一些火花会不错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最根本的根本面 就是我们应该要 务实的对于年轻人的未来 去提出他的愿景跟政策 这才是一种 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那所以 在这方面 我们很认真的 市长在这方面 在政策面会提出来的是 更完整的 他那个高雄 那个青年局 那个啊 他的一些 可是你礼拜天 那个可不可以 多找一些年轻人上台 你不是当主持人 对 现在run down都已经 都已经有c好了 但是没有关系 不急 因为这次大家 我觉得这次有个关键点 因为前一阵子 大家不是一直都在 拿我们跟党中央 就是说我们不合啊 什么什么的 还有一些媒体刻意的说 什么嘉宾姐 炮打党中央 根本没有的事情 然后也能够 也能够把他转 他在讲另外一件A 然后弄成B 然后我觉得 现阶段 后天的这一场 我们党主席 还有包括前任的 祝祝姐 还有马总统 还有前后任的 很多的都会来 我觉得 现在我们会展现出来 党中央是百分之百 全力支持我们的 我们跟党中央也没有嫌隙 那包括后面的各行各业 白宫里头 有年轻人的不同的 的这个上台的表述 我们可以在后面 再强调一下 可以再来安排 好 那个许文 因为最近这个 你也知道媒体很多 很奇怪的民调跑跑去 我可不可以问你 韩国瑜阵营的 自己内部的民调 现在大概什么状况 韩市长内部的民调呢 我们大概做市长 其实是还蛮稳定的 大概都有三成左右的支持度 那我们先前也有做了 柯跟郭的相对的民调 我们是领先 他们是有一段差距的 领先多少我就不讲 那跟蔡总统之间呢 我们是互有领先 那不过蔡总统 最近他上升的幅度 也蛮快的 那当然这个很多人会说 就是反送中的议题嘛 等等的 那反正不管就是说 这个的 就是在这里头 他的变化怎么样 我们还有很多 自己要检讨的空间啦 所以我们会 自己会再继续的努力 徐文 我知道你要去吃烤肉 不是 你要去 吃烤肉 我就拍一些 烤山猪的照片给你看 你不要再唱给我了 我最后一个问题 像你自己在南投 要拼立委的联络嘛 对不对 那包括你们的什么 策略小组 很多都是 国民党现在的民意代表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有 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而且很多人都不在高雄 像你的大本颖在南投嘛 那像其他像叶元支啊 他们的大本颖都在 在台北这样 对 那这样韩市长旁边有没有 专职专心专业的人 去帮他呢 专职专业 就是说 就是我们 唯一的任务就是 就像潘恒旭这样子 他把观光局长辞掉嘛 然后帮韩市长打选 这样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们 你们这些 现在竞选总部的干部 包括你在内 其实你们都很忙 你们每个都有别的事情要做 辉文你讲的确实是 市长因为我们他没有政治 我这样这么讲 没有政治末了跟着 确实是因为 因为市长他一在一到五里头 他现在我们必须把选务的工作 跟市政的工作分得很清楚 那所以在选务的工作里头呢 在这方面 除了现在小潘他回来帮忙打个整个选战 那其实现在我们正在 我们有检讨到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市长需要有一个 对政治的敏感度更高的人 然后可以随时做一些的提醒 那这方面的人力上面 我们会再补强 那也真的就是说 确实如你所看到的问题是一样 就是韩市长从离开政坛 这些时间里头 选了高雄市长之后 这么快的时间 我们在高雄是没有任何的班底 那又到了选总统 那选总统这个层次 跟需要的幕僚 跟人力跟资源又是更大的 那一时之间很难 在这两三个月之内把它补齐 不过我是认为是说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真正打选战是后面那三个月 那某些的事情问题出来了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会尽快的把它补强 那也谢谢大家这么对 韩市长这么有耐心 因为这么多的时间要挑战 像今天那个日本学者 那个类似这样的误会跟乌龙 就不应该再发生了 对这确实是我 幕僚作业上面的疏失 那确实我自己也曾经在 高雄的办公室 我也曾经搞错过 跑去这个 后来跑去市委 然后觉得不对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 就是高雄的办公室 可能讲的 他们觉得说 我跟你讲你应该懂 因为我们是外地人 所以去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会搞错 你自己也好说过 这确实是 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出现的 不应该发生了 对对对 这个改进改进 这个市政府的团队会改进 OK好 谢谢居委员 好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辉文 没有 你没有广告 9月8号三重点 那你要帮我再加强一下 拜托大家 9月8号 我们下 我们 我们是四点钟的活动 希望大家在二重书红道 市长也已经正式发出穿银件 希望让所有 支持韩市长的人 能够感受到 会我一开始讲的 大家没离开 好不好 拜托大家 谢谢许委员 谢谢 拜拜 谢谢我们那个 许委员非常的忙 谢谢他跟我们连线 我们先进广告 我是 陈辉文 看昨天的这个 段以康啊 民党立委新潮流的 这个扛把子 段以康昨天写的脸书 那脸书只写一句话 就写完了 他说科文则是比较会考试的 韩国语没了 period 一个据点 科文则是比较会考试的 韩国语 那昨天段以康贴这脸书之后 没有人理他 没有反应 那我借了这个例子来告诉他说 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媒体赌卖 来看科文则今天的错误示范 其实包括韩市长 今天那个日本学者 那个也没有必要去讲那个 我跟大家解决说 因为这个 你看他们行程都排的很满 韩市长他要兼顾市政 跟国政跟选举 他行程排很满 我真的是要请大家理解说 有的时候因为行程的耽误 其实韩国瑜被骂很多次了 大家都在等你 那类似这样的状况 其实不是只有韩国瑜 蓝绿政治人物都有 你前面一个行程delay 你后面全卡了 全部都delay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不要排那么多的行程 第一个就是你排行程 因为有时候记者会去堵麦 你不要遇到记者就 接受联访 这个是错的 从科文则跟韩国瑜的例子 我们可以证明说 这个事情是错的 不要再做了 都已经讲了 这不应该犯的错 我们来看科文则的错误示范 我们今天记者 就拿段一康昨天的那一句脸书 科文则是比较会考试的韩国瑜 拿这一题来问科文则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 我拿段一康的脸书去问科文则 你的看法是什么 科文则是不是比较会考试的韩国瑜 那你也知道科文则的这个个性 这个木高于鼎 什么叫做我是比较会考试的韩国瑜 他就开骂了 科文则说 小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韩国瑜 这个当然就有点怪怪 因为蔡总统很会考试 蔡总统台大 然后康乃尔的硕士 美国的康乃尔大学 然后伦敦的博士 哇这个学历非常好 那科文则像小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韩国瑜 这逻辑怪怪的 后面他又补一句 阿伯又开骂了 科文则说 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 那这个这个讲这个 其实我也有点受伤 因为我也很胖 我都觉得 你讲这干嘛 干嘛 从一开始 就说你记者就不应该拿段一康的话 去问科文则 没有意义 那科文则就很容易被激怒 什么叫做 我是比较会考试的韩国瑜 他就叮了蔡总统 也叮了陈菊 那这当对这个陈菊 非常的不公平 你用他的外貌 他的身材去评价一个人 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但是科文则他 他 我不晓得怎么来骂他 好 那我们记者 当场就问科匹 说你这个是不是失言 科文则说 韩国瑜是形容词还是名词 韩国瑜是形容词还是名词 韩国瑜他不是形容词 也不是名词 那像林菲凡这种货色就讲说 那个科文则是比较没格调的韩国瑜 林菲凡你的格调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我就不骂你了 因为林菲凡没有那么重要 好 那今天下午呢 这个我们记者再接再厉 问科匹 你到底要不要道歉 科文则说 好那我改口 我本来说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 科文则改口 那韩国瑜是比较瘦的陈菊 所以他还不晓得出在哪里 韩国瑜是比较瘦的陈菊 这个对陈菊对韩国瑜也不公平 我真的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容忍一个这么low的一个首都市长 真的实在是废一所思 那科文则他讲到这个林志玲怀孕 这到底跟台北市政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也是记者也无聊 问他说学姐跟林志玲哪一个比较什么选美比赛什么 谁比较漂亮什么 这个是记者该问的问题吗 好 所以为什么记者被人家看不起 也怪不得别人 那科文则说那个林志玲不能参加比赛 不是结婚怀孕了吗 记者赶快追问他 林志玲怀孕了就不得了大新闻了 台湾第一名母怀孕了 他已经结婚了 跟日本的老公很恩爱 我们都祝福他吗 可是有没有怀孕是他的隐私 记者追问科文则说 我想不起来是谁跟我讲的 想不起来是谁 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乱缘 他不是阿伯他叫乱缘叫科乱缘 说话都 那当后来科文则这个部分 针对林志玲的部分他有道歉 他说这个 这个就道歉 就不应该讲这些东西 本来因为你自己是医生 你怎么去讲 因为林志玲之前被周刊跟拍说 他去医院啊点点点点 那个周刊也很无聊 人家去医院你拍他干嘛 但狗仔的工作就变这样子了 林志玲这个部分 科匹有道歉 但是我觉得你跟讲成局 讲韩国语的部分 你也应该道歉啊 我是建议韩国语的 因为韩国语他 这个今天有两个突辞的部分 一个是待会我们要讲 那个日本学者的部分 一个是那个总统掏访的部分 然后被人家质疑 我觉得韩市长他应该去 做这个agenda的setting 我不是让你记者问我什么 因为记者读麦会问问题 你问的如果是市政的 我可以打的我就打 但是你agenda的setting是 我要跟你讲什么 我想要透过你的麦克风传达什么 你问我的我想打就打 我不打我就闪 但是我在你联访的场合 我想讲的是什么 我是建议韩市长说 因为陈曲被骂 什么比较肥的韩国语 那韩国语当然他今天记得问他 他就大笑三声说谢谢 这个回答没得分 我是建议韩国语应该展现他的大度 他应该跟这个媒体讲说 我承认我比较不会念书 就是柯文哲笑他的 这个段颖康笑他 比较会考试的韩国语 我本来就比较不会考试 但是我很认真的在做高雄市长 我也希望选总统 那柯市长你批评我们前高雄市长 陈菊的部分我觉得不应该 我认为柯文哲应该跟 我们陈菊市长道歉 因为陈菊是我们高雄的女儿 陈菊他就秩许他高雄女儿 那现在你是高雄市长 你的前任高雄市长被骂 然后你们两个被骂是连结的 一个是比较肥一个比较瘦 你们两个是连结的 韩国语现在就是应该展现高度说 你不能骂陈菊 你不该骂陈菊 那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要去挺民进党的总统和秘书长呢 为什么 因为我要选总统 我要选总统 我就要展现总统的高度 我要告诉柯P 你不能这样子骂陈菊 你骂陈菊是错的 你骂我也是错的 你说我比较不会考试我承认 我跟蔡英文比 跟科文哲比 我当然比较不会考试 可是比较不会考试并没有错 我用我的认真跟努力来弥补 韩国语不应该大笑三声 应该正面回应 然后把日本的乌龙 跟总统套访的争议 把它扭转过来 你不能一直挨打 一直挨打 好 诶 永庆那个AIT那个我就不讲了 来 我们来接抗议 来 022363995 控制2363 听说 柯文哲前提讲说 AIT跟他讲说 蔡总统蔡政府买战车 谁叫他买的 那AIT否认 然后国防部也开骂了 记者就跑去问柯文哲 问说 那怎么讲那个什么 AIT那个战车那个 柯文哲说 这就不要问我 诶 爆料是你爆料的 诶 这话讲 那你不要问我 所以我觉得蓝绿要去思考 这样的人都还有20% 我就不晓得 是没要那盖水 来 022363995 控制23233 听说我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讲什么 你自己爆料 然后你又没办法解说 林志玲的部分 AIT战车的部分 柯文哲都讲不出所以然 所以这个就是我批评他的原因 因为你讲了之后 然后记者就疯狂 那个是比较胖的韩国瑜 比较瘦的陈举什么 他不是乱缘是什么 我想请问郭泰明 你要跟这种人合作吗 你要跟这种人合作 那我也没办法 好来 022363995 优优优独播剧场 小姐你好 您住哪个贵心你好 我住台北我姓胡 台北胡小姐来 你要偷谁 韩国瑜啊 要偷韩国瑜好 对 不然你在台北喔 那你礼拜天会去吗 可能没办法 因为我临时要去高雄一下 你说临时怎样 要去高雄啊 明天要去高雄 有事情没有办法参加就对了 胡小姐如果你当总统你想做什么 那个克刚一定要改 克刚 今天都叫出来一些台独的 这个一定要赶过来 可是胡小姐克刚改又会有很多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抗议 但是还是得做嘛 不然选总统干 对啊 以后变成台独国了 OK好谢谢胡小姐 谢谢你 谢谢 克刚的部分其实 我跟大家讲过 就说谁执政谁来决定克刚 不然怎么办 难道国民党执政 克刚还要听民进党的 那国民党执政干什么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 克刚民进党改了 那怎么办 那就民党改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很敏感 但是终究得解决了 来022363 995 来贝勒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我Richard Chen 你是基隆的Richard Chen 你53岁 你好 哈哈哈哈 学长 54了啦 54了 学长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Richard Chen 我过了 我可不可以跟你老婆聊 我不想跟你聊 你这样子 没有我老婆不在旁边 我还在公司 你还在公司 对不然我没办法答 对我帮我问好 是谢谢你 谢谢 我的重点在他不是你啊 哈哈哈哈 没有因为我知道你 第一案在把他全国的观众朋友 给他烙 比较不平 你的恋爱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好不好 我是很 没有关系啊 人家不晓得我是谁啊 我很羡慕啊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做得到 我是很关心你哦 你讲好的哦 因为红包要寄过 那个齐铁要寄过来哦 全国观众都会贏哦 哈哈哈哈 你不要去看 那我就不要问你要投谁了啦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题 你当总统要做什么 两件事 来 第一 我要请所有的公务人员的财产 来源不明罪要 很严格 就是你要证明那个钱 不是我们检掉去证明你的钱 也就是说我要预设它是非论有罪 对有罪推定啦 对对对对 好第二点来 第二点哦 我要把所有的那个 那个缺啊什么工营事业 国营事业的那个东西啊 全部把它处理掉 变成民营化 然后呢不要让政府有 那个总统有那么多缺 可以安插一些 有的没有的人 你这样很多人没位置呢 不能这样讲啊 我们要公务人员是要来服务我们的 不是让他来养老休闲的啊 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有一句话啦 你夫无罪怀必其罪 我觉得你会落选 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不会去选 我选不算 哈哈哈 好谢谢谢谢日屈臣 要帮我问好 要帮我帮忙 谢谢你 我一定会讲 谢谢 一定会投的 一定会投的 喊喊 喊 我说请你帮我跟大嫂问好了 好不好 他有的时候都在听我会讲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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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这是我们YT直播的这个观众 所以 现在我们的call in是真的 请大家call in进来 02363 我们再接通 快快那个 哈啰你好 喂喂 你好你好 我第一次call in 您住哪个姓 我宜蘭小三 小三你好 嘿 来 你要打谁 当然 当然是韩总啊 好好好 我刚忘了问 日屈臣要不要去 你在宜蘭 宜蘭有点远 不会 不会啦 我有去 一两天就够了 所以你 你三重你要去哦 我们全家都会去 全家都会去 叫所有 那个蓝军的知识者 不用怨 OK 不用怨 小三因为那边我有去过 那边很坏停车 你以前去的 没有停车 会補下去了 会補 他说两点开始 对 好 大家没离开 小三你做总统要做什么 做总统 我说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那个交易 因为我们现在 从李登威开始 还穿水扁贝尼 买酒都没关 接下来又蔡英文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30回以下的年轻人 基本上都在用电脑 现在学校在教的都是 跟台独有关 我了解 我了解的意思 所以说教育 到时候要叫张亚忠 叫教育部长 张亚忠 张亚忠对这教育 他很有深入的研究 好 好 谢谢 谢谢小三 谢谢 拜拜 拜拜 感谢 这个宜蘭要走 那个雪山隧道 变去台北 谢谢大家 好 来我们去观看 我是陈辉文 来那个我们有看 YT直播的朋友 我现在拿的是韩国瑜 他那个9月8号 在三重的那个 二重速冲道 那如果 呃比较不熟 朋友就是 不管是哪一条捷运 机场捷运也好 台北捷运也好 你在三重站下车 你就看到很多人 都往同一个出口走 那就对了 不管是机场捷运 或是台北捷运 你在三重站下车 那三点步 那刚刚这个 许淑浩委员 我们前面刚才 连下来讲说 那个 他们 抽签的那个摊贩 80摊 但是旁边的国瑜乐视 大家懂我意思 其实 我是觉得可以 再多抽一点点 因为你看来的 一千多摊 勿忘事上苦人多 大家都要拼一张 你想 如果有 十万人在现场 那有很多摊贩 你是其中一摊 十万人在现场 十分之一来跟你买 一万人来跟你买 或者百分之一来跟你买 你的生意等等 所以那是 其实我们说 黑韩产业店 也有白韩产业店 韩国瑜从去年的 赵氏带动的这些 国瑜乐视的朋友 获利很多 当然赵氏不能一直办 一直办就不得了 那如同刚刚 这个许淑浩委员讲的就是 重复的错误不能再犯 其实他也没有恶意 你仔细去听 韩国瑜他讲 他比较有点 你看他个性就开玩笑 我没有这样 其实我跟各位解释 因为行程的安排是很紧凑的 包括蔡总统 柯P 韩国瑜都一样 有时候行程一delay 他为什么今天会这样 就是因为 上次日本的朋友来 韩国瑜因为跑行程delay了 然后被大做文章 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韩国瑜被黑到 黑到他自己都怕了 黑到自己说 我今天比较早来 我跟你讲韩国瑜 在今天日本的行程之前 他特别跟在场的说 我代表要先走 我不能迟到 我代表有日本的客人 他已经被黑到这个地步 我怕我迟到又被骂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没有实际被黑过 你很难了解被黑的感觉 选这么多次被黑的最惨的 当时韩国瑜 谢谢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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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